溫馨的五月除了是慶祝母親節的時刻 更是復興媽媽陶的盛產期 桃園市府攜手復興區公所 將產銷活動移施中立 讓更多民眾不用上山 就能品嘗媽媽陶的清爽風味 只要你進到石會堂 看到我們的主持人姚石金母 他的手上都有拿著一粒盤陶 那一粒盤陶 我們現在就把它變化為 拉拉山的媽媽陶 我們現在已經跟 復興區的農會有一個網路平台 同時在棕櫚收購前面也有銷售 請我們所有 不管是桃園鄉親 全國的朋友 喜歡吃拉拉山水蜜桃 跟五月媽媽陶的 一定要掌握這個機會 皮包香甜的媽媽陶 與拉拉山水蜜桃 是母親節傳達孝心的應景好禮 市長張善政親自推薦 而復興區長也分享媽媽陶的由來 大部分的男性的長者都是做低階 辛苦的勞工的工作 就變成媽媽一個人 在山上要做農 種水蜜桃 然後要想辦法把水蜜桃 五月桃賣出去 此外為了增加部落產業的附加價值 復興區攜手農會也研發了 起泡酒 雙麒麟等商品 協辦能夠吸引民眾上山 品嘗不一樣的水果之旅 於是新聞可找媽媽 由許家榮台灣中立參謀報導